孟加拉的公職配額制度 引發大批民眾上街抗議 因為斷網 宵禁及工廠暫時關閉 導致這個僅次於中國 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國 遭到嚴重衝擊 估計孟加拉紡織業者 每天損失約新台幣49億元 光是二零二三年 孟加拉國的成衣出口額 就高達四百七十億美元 偏偏國內局勢持續動盪 讓包含HMM ZARA在內的服飾品牌 因為斷網導致他們無法跟代工廠溝通 造成訂單延宕 提高運輸成本 動搖全球成衣業 對孟加拉的信心 其實從去年十月底開始 孟加拉的成衣工人們 就因為抗議薪資太低 發動罷工 抗議活動 導致多達六百間工廠 暫停營運 之後還演變成工人 和警方的暴力衝突 讓七十多間成衣工廠遭到洗劫或破壞 孟加拉成衣工人 每個月最低薪資 只有臺幣兩千四百元左右 低於巴基斯坦 印度等其他成衣出口國 平平二零二二到二三年間 當地通膨率達十二年來新高 過去工廠還頻頻發生火災 惡劣的工作環境 加上政經局勢的不安 讓孟加拉的成衣產業發展 岌岌可危 3D新聞 張宇全疫情綜合報導